9月份是秋季补种的最好季节 温度稳定,一般温度在20度左右 雨量充沛 一般播种10天左右,就冒芽了 我这草坪前期天进行了大面积的修复播种 你看现在这个状态是10天播种前的状态 几乎是惨不忍睹 这是播种后的状态 10天之后,几乎全都发芽率可以说达到了85%到90% 我这草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大面积的这个凸斑 是因为我这个误用了这个除草剂 所以没办法,今年进行了这个大规模的补种秋季 差不多用了九立方的土 这个三袋啊,就大袋这个草种 就Costco买这个 整个工程进行了差不多一周吧 很多朋友就纠结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你是先补土后撒种 还是先撒种后铺土 呃,我是比较喜欢先补种后补土 这样可以避免三个问题 呃,第一个呢,如果你把这草种撒在土的上面 它非常容易被小鸟啊,这个给叼走 第二个呢,如果你草种放在土的上面 它容易这刮风啊,给这个草种刮跑 那最后一个呢,就把下雨,下大雨 一下雨,你就操作在上面,枪也冲好了 呃,所以我呢,是比较喜欢是先撒种再铺土 这样的话呢,这个发芽率可以达到百分之净十 呃,当然啊,你补完种之后 头一礼拜,必须是天天浇水 如果你要碰上雨季,联系下几天雨,那算你也几好 呃,今年我这个补种的这个成功率比较高 我觉得应该达到了百分之八十五 呃,当然由于各种原因啊 你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这个 达到百分之百的抽业率 你接,明年春天你可以再做一些小规模的修复 比如说,比方说一些小的土班啊 呃,再局部的补下种就完了 呃,至于补完种以后 什么时候进行第一次减草 我建议啊,最好啊 要这个,至少等到十天 或者两周以后 呃,等这个幼苗啊 长得比较健康了 再进行第一次减草 我建议啊 就是第二次减草